第二場賽事,跑五班最短途,一千米 這場首選,我選了五號的徐沃來 不過,我們看看右上角,這個騎練是甚麼 就是每一次出賽的騎練表 第二場的時間,我們看看練馬斯方面 而本分馬房,今年博馬的成績都不錯 我們先看看排名表 第二位,今次有隻轉德王在第六場的時間 我都很喜歡,似乎有一起配合 今年的馬房,馬都來得很快 順便看看這個騎練表 當日跑馬的時間 當日跑馬的時間 就可以看到騎士、練馬斯 哪些勝馬比較多 去到教育場次,捉路都比較容易 去完這個表,如何回到馬匹資料呢 就是按第二隻馬仔 即第二格 回到第二場,我選了五號的徐沃來 這匹馬其實一直在上手馬房 上兩手馬房好像比較差 但當時這匹愛爾蘭自購馬 這匹馬在神貨中還沒有很像樣 可能是比較遲熟的馬 帶大家看看徐沃來 上一次050的賽事片 現在手在第六位左右 第七位,白衣 走了沿途三碟 那隻就是徐沃來 在後面,七號仔 那隻就是晉協精英 之後就贏馬 最近在內蘭 尾四藍三那隻 就是這次賽事爆仔的金光獸 這對馬我都會選擇 順便可以在這支影片一起看 那先脫外來 這場的步速雖然會比較快 但是他沿路都比較蝕 在前面的明星輝 都是跑得好 都是斑頂馬來 這場馬裡 其實他回來的魚勢都沒有斷 整場馬較為蝕就是他 而左右隔離 這一組的頭二馬 善傳千里和明星輝 我就定是五班較為高級的 而左右隔離 剛才說了 爪王君天 盡協精英 再出都贏 現在較蝕的一隻徐沃來 在這組裡 有一個管著力 這次檔位內而有一檔 我覺得都可以給我機會他 而另外在內檔 逐漸慢慢移出來的金剛獸 我亦同一個觀點 這組頭幾名的馬 是較為聰明的五班馬 其實一千米 都是這隻金剛獸 較為耍家的路程 我們有一天 統計資料中 拿到兩回合 兩個第二 上名率 即是贏馬率比較高 今次找田坦 去壓陣 爪王較為合適 這個路程 所以除了我來金剛獸 一隊搖回 另外六號 紅方進區 我們看看他的往績 今季 其實頭兩鋪 擺得很好 亦都在這個路程中 輸給蝦王王 當時 隔了三天 再拼命 就是這樣說 跑完泥地之後 隔了三天 跑完第二之後 再隔了十天 就回到泥地 可能真的 在體力上 頂不住了 亦都是 再回到三十一天 再上陣 體力方面 都博他可以回復 不過 不知道是否有時候 匆忙 而星期日 剛剛新改的 全泥日賽 是否馬房一時醒不起 還是先報定 泥草雙槍獎 這次是 頭原出來 不妨先拖掉 別走掉 雷超 見盡 有少少 銅購的 雷神依然狠騎 他 早上跳 都仍是聖神 如果你說 配角之選 我覺得都要包回他的 所以第二場的時間 我就選了 5號的 隨我來 6號紅方進區 10號雷超 同爆金剛手 好了 看完兩場賽事片 分享之後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想看第三至第九場 不妨可以 再開我們的 收費計劃 不妨下載了 Apps 的話 的朋友 可以進去看看 希望之後的場設 都可以 繼續收看 好了 這一場 就說到這裏 有請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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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即將